一、有听友在后台留言说,她和闺蜜曾经是最好的朋友,无话不谈,即便是后来两个人因为工作,原因去了不同的城市,也会经常通过诉说烦恼,但最近她明显的感觉到自己和闺蜜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了,八闺蜜半天才回,每次都是一两个字的敷衍,这种感觉让她很惆怅也很。 一或,其实,只有小孩子才回哭闹着说,你为什么不理我了,成年人的世界都是慢慢疏远的,不,只从什么时候开始,我们就没有了共同话题,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我们就默默的不再联系。 曾经我们以为两个人决裂一定会撕心裂肺,伤心动骨争吵,要么撕破脸老死不相往来,要么大动干戈,这辈子都是仇人。 但现实告诉我们,许多分别都是礼貌而沉默的,或许一个晴朗的天气,那个人笑着说了再见,就再也不见了。 有的时候,毁掉一段感情很容易,只要变得冷漠,只要不再联系,那些刻意的疏离就能让我从名人转身离去。 没有人愿意热脸切了屁股,也没有人会不停放下自尊来安抚你,爱情,是怎样,友情,也是怎样,最后,我们不再联系,当彼此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,当我们逐渐形同陌路,感情也就这样随风消散了,无论多么深刻的感情,只要有一方不懂得珍惜那便消防了。 二,我们都说感情可以慢慢积累,也许时间久了对方就喜欢你了,但我们不知道,其实冷漠也是,可以慢慢积累的。 当你一次次把我隔着在你的世界之外,我便没有了前进一步的勇气,是谁说,咋够了失望,就放手吧,这话真对。 曾经我也认为,你不主动联系我,我就不会主动联系你,但后来发现,能首先低头的,打,多是比较在乎的那一个,但没有人可以满腔热血的永远主动,也许努力了九十九次,却换不来你的一次回应,那就放弃吧。 若没有温暖,谁愿意坚强死撑,那感觉太卑微了,若我们总是收不到在意的人的回复,就删出那个对话话吧,那个头像总在提醒着我们曾经的,讨好与牺牲,我们鼓足勇气开始,我们满怀期望等待,我们默默守望回复,我们希望落空退出。 既然对方,不在意,就不要傻傻乞求了,有时候,不回复就是最好的回复。 你知道吗,你打扰到对方了,对不起,我以后再也不会了。 三,最好的感情从来都不是费力维持,而是从容有度,前一段时间和表弟出去吃饭,期间他的手机一直在响,我去问他,不回复一下没关系吗? 他笑笑说,不重要,咱们接着说,或许对面的那个人会很失望吧,毕竟自己的存在永远都是这般不重要,原来,不回真的不是对方在忙,原来,不回很多时候都是对方不在意。 我们总是想着一会儿不忙了再说,等等吧,但等着等着,就遗忘了期待的对方。 我们不是没有时间回复,只是没有心思回复,太多不回复都是没有用心。 不在乎才会让他,白白啥等,不在乎才会抱下手机干别的事情。 心里有你的人,总会记得及时回复你,心里没你的人,回复一个吃饭,就像死在了餐桌上一样。 心里有你的人,即使再忙也会时候跟你说声抱歉,心里没你的人,总会用洗澡,睡觉,来快速结束你们的对话。 真正的在乎,即使再忙也会回个稍得,若是没苦也会把消息置顶,提醒自己别忘了。 若是有心,谁又能真的忘记呢?我们总是为自己找一个希望的理由,也为对方找一个冷漠的借口,也许他很忙,也许他受过伤,也许他还有阴影,别傻了。 其实你很明白,对方只是心中无你而已,既然如此就不要傻傻的不停打扰对方了,就不要控制不住的给对方发了,就不要抱下自尊,去关心对方的生活了。 别人为自己的生活设置了屏障,将你隔绝在外,你为什么还是苦苦打破这个结界呢? 哟,远不要为别人卑微的活着,你既然吻心无愧,就何必作俭自负呢? 没有谁离开了谁不能活,谁也不是谁命中注定的缘分,希望每个傻过的人都能抱下心中执念,开启不一样的人生,你的时间、精力、真心都应该给予值得的人,愿每一个执着的人,都能遇到一个懂得真心的另一半。 啊,人生很长,有些话要慢慢说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